來 我們繼續看 我們再來看到司法倫理的第二個重要的議題 是司法效率 這邊又有一句話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不是法院 這是我們市長在聽的 池萊的正義不是正義 對不對 池萊的正義不是正義 我想我們聽過很多的例子 我們聽過很多的例子 有些案子呢 打了七八年 有些案子打了十幾年 那可能不是只有金錢的損失而已 可能整個一個人的生育 一個人的工作 一個人的職位 可能全部都賠進去了 最後判無罪 那你就不要碰到 知道嗎 很簡單 你就不要碰到 那就問題就很嚴重 那 他的判決的結果 即使是公正的 對不對 如果你是違反效率原則的話 他不一定是公正 就為什麼說 池萊的正義不是正義 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他講的就是效率的問題 這邊有好幾個例子 像那個 陸同 陸正 陸正的那個失票案 22年 其實現在 因為有談到好幾個案子 吳明漢夫妻被殺 18年 吳明漢是什麼 就蘇建合的案子 蘇建合的案子 18年 蘇建合 然後呢 有一個更慘 有意淫的一個押惠案 30年 30年 啊我其實 這也沒什麼對不對 我說這些都是什麼 這些都是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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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像老師比較熟的 像我 我之前因為整理過最高法院的一些像海上的判決 海上的判決 跟11 跟11 再加債 好幾個 跟11就幾年了 你覺得跟11是幾年 那你說老師一審一年那就11年了 不對啊 跟11的話代表他是 123上去以後下來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再上去 那中間 一個跟1的話基本上是要歷經兩省 是要歷經兩省 所以跟11正常 正常的話那個案子一定要乘以double 至少超過22年知道嗎 如果你在把地緣算進去 那個案子23年 其實我剛講啦那個案子 案發是65年像我知道那個案子是65年的案子 結果打到 快民國90年都還在打 這不是刑事案喔 這是民事案喔 這是民事案喔 那我們不要講說他判決的結果是怎麼樣 好 再來我們就看司法的效率 效率就是說 你看看你投入的量裡面 得到了最大的產出 就是這個好像是從經濟學上面的觀點 經濟學上的觀點 那我們原來司法效率就是說你的司法的 效率跟成本之間的關係 你所投進的成本 應該要獲得比較司法效率的時候 這個效率才會高 我今天花了好長一段時間 我們今天也不能只是看法院這個角度 我們也必須要去看 整個當事人的角度 因為你時間拖得越長 你的審開得越多 那 相對的 對當事人的 好會 對法官的好會 也會越多 這是必然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 效率不高的話 那也會產生問題 但是相對的 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是 你效率高 代表你的判決就一定是更正確嗎 那說台灣話有一句話叫 賈金弄破碗 對不對 這也是思考的喔 就是說 你怎麼樣才能去 評估 一個司法效率 怎麼樣才是一個合理性 這是我們要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那個我們再看一下那個 司法效率 參考的依據喔 這邊好幾個 好幾個情況 就是說什麼樣才是有效率 我們看他的過程 如果你一審 很多啦 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 什麼 舉個例子 很多那個以前那個 那個 會選 現在好一點了 現在好一點了 現在都已經當了一年 被判決 那個當選無效 那還好 一年而已 以前喔 以前那個議員啦 或是委員啦 立法委員啦 那個 選舉無效或是當選無效施數啊 你知道嗎 都已經任期都做完了 你知道喔 才說他無效 這個實在是 也不知道怎麼講喔 任期都做完了呢 就是好起訴的時候人家說你會選 告啊 偵查啊 等一下 委員任期都做完了 才說 才說他會選成立 哇哩哩 到時候你去想一想說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就很多很多很多這些 蠻荒謬的一個情況 現在有點快了喔 但是 是不是夠快 是不是夠快 所以像最近阿扁的例子 阿扁那個高等法院的例子 有沒有 當時的高等法院的法官他說 我會採取速審速決 他不會讓他拖太久 有嗎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他要採取速審速決 因為 他不想拖太久 因為拖太久 拖得越久 政治的紛擾可能會越重 所以我想他有他的看法 但是 好像 最近 最近一次開庭的一個經驗是 阿扁這邊他們就是採取拖 對不對 用很多程序問題要跟你拖 我就是不讓你速審速決 就是要跟你儒 他說 待會兒就叫你儒 就是要跟你儒 就是要跟你拖 那梅根都有他自己的策略 那你一個法官 你今天是成立一個司法人員 你要採取怎麼樣的看法 我們現在就在講效率 但是效率 你要去衡量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你必須在有一個有效的 有效率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要追求司法的真正正正義 知道意思沒有 什麼才是公平 才是正確 這還是要去做思考的 你今天不能說因為我要追求速效 速效 然後呢就喪失的那個公平正義的考量 這個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予以譴責的 那速審速決 明知所欲 當然 對不對 當然我們希望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去開個庭 明天就有結果了 那最好嘛 要不然心中的 一個 石頭永遠是隔著嘛 這個想法大家都有 好再來呢 什麼是司法不效率 我們就來看喔 你如果今天一個司法不效率 你會發生什麼 當事人 我們不要講案 心中的那個石頭放不下來 不要講 今天 同樣一個案子 你今天開了 開了 兩年 還沒有開完 開了 十次停了 還沒有 還沒有辦法判決 兩年之後呢 法官又換了 新的法官接 哇 新法官說這個案子我不熟了 然後又重新 又要開好幾次停 我們不要講什麼 我們不要講時間的浪費就好 我們光講出庭費 好律師的出庭費 你就要多付 不知道多少錢 嚇死了 你當事人如果說你今天談到的是 今天如果說這個人是被羈押的 你要被羈押 你要浪費多少時間 我們就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說講求 講求速率 追求辦案速度 而不考慮法律的程序要求 他還是剝奪的 我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追求效率的同時 你還是要追求 同樣要兼顧到 法律的適用 跟程序的適用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整個司法效率所強調的是 在整個社會的整體意義上 要實現整個 司法社會的效益 這個概念大家要做理解 好不好 然後不效率要怎麼解決 很複雜 這個不效率他有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 司法的一些 看法 因為 你拖得越久你會造成一些反彈 我舉個我們 我們不是講啦 我們講說為什麼像蘇建合那個例子 蘇建合 老實講我們不是說站在哪一方面 但是只是去思考 你看這個案子 他 這麼多年 其實你導致的紛爭是越嚴重的 當然他的紛爭也導致了 人民對這一件問題的重視 對不對 有些時候你如果看到一些有關於司法 獨立的一些相關啊 或是司法的一些 案件的一些 影片 我們講在 不管是在一些電視節目上面 或是一些政論節目 或是一些 有關於討論到司法案件的一些 一些的影片上面的討論呢 像這種蘇建合案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範例 那這些判例 我們去做討論的同時 我們都去思考說 他是真的不效率嗎 他是真的不效率嗎 那你今天如果是成為一個 高等法院的法官 今天是一個最高法院的法官 每個人都在接 烫手上雨 對不對 我接到了 我就找個理由 就把你丟下去嘛 然後 另外一方面就不來 就不爽 然後就繼續上訴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那你說判死也不對 不判死也不對 就這樣子在那邊 在司法的系統裡面就不斷的不斷的在那邊 辱啦 我們說幾個都在那裡辱啦 那怎麼辦呢 其實他是會造成社會的一個混亂跟思緒的 因為 他對人家產 人民對他沒有辦法產生是一個信心 如果說我今天一個案子我丟到法院去 我可能 我可能要被省20年 你會丟嗎 你會沒有信心的 這是一個概念 那追求 程序的效率 他不是 合併而已 他是要透過一個法律程序的旅行 及時 而不拖延的終結訴訟 他重點在這裡 就是 他還是要一定的適當的程序的 那整個很多的評估 我們去做參考 好不好 這些其實在法院裡面都已經有在慢慢在做啦 第一個每個案子的結案時間 都有其實都有在做評估啦 那第二個你的結案數跟你說案數之比 我們國內的法官很辛苦啊 你們不要以為當法官很輕鬆 好像 周首訊好像 過去一年好像只有省理阿扁的案子 沒有啊 他大家都要分啦 大家都要分啦 平均下來 其實像我們台北地獄 每個月進來的案子 平均好像一個月一個人大概是100多個案子 100多個案子 你不要以為很輕鬆啊 平均一天是三個啊 當然不是全部都是像阿扁這樣子的訴訟案啦 沒有啦 知道嗎 就是 有一些可能是比較簡單的一些裁定案子就可以了 但是真正要開庭的 如果說今天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月100多個案子 那一年就 1000多個案子呢 知道嗎 你光不要寫什麼 你就光打案名 寫當事人就好了 就夠你忙了啦 知道意思沒有 不可能 所以 其實是很累的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那就是 收案比跟結案比 這個是要去評估的 然後沒有結案的審理時間 還有去了解出這些案件羈押的原因 那有些可能是因為他要證據調查 有些可能是要去了解國外的法律 都有可能 原因很複雜 然後他定時開庭的審理的次數 對不對 有些庭正常來講兩個禮拜就開一次 有些可能是三個禮拜 有些是一個月OK啊 但是你如果在有些像早期 兩個月才開一次庭 早期很常見喔 兩個月三個月才開一次庭 非常常見喔 那我怎麼辦 一個案件你只能開一次庭沒辦法解決的啊 可能要三次四次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三個月才開一次庭 那鐵定是一年嘛 鐵定是一年喔 所以這個時間如果拖得很長 所以喔 其實整個案件的評估就是希望法官們能夠依法 即時的結案怎麼樣 很簡單正義不再遲到 好嗎 正義有沒有遲到 正義希望正義即時來到 這是一個結案評估的一個標準 好那 在我們台灣 我們過去在法院裡面 的確確提出了很多建議方法 那例如像增加法官的員額 哎呀 不錯喔 其實應該鼓勵大家去告 然後呢 因為法官案子太多啦 那上次應該 上次誰啊 過幾天 我們的賴院長 司法院院長會來演講 當時聽他講 台灣 一年喔 案子到法院裡面的案子 你們知道幾件嗎 我好像跟你們講過 幾件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院 一年 跟大家講喔 一年是 250 萬件 蛤 你們沒有嚇死人嗎 250 萬件 但是 還好啦 裡面呢 有 190 萬件是 非送事件 還好 那個就是 簡單的處理比較快 有60萬件 也夠大家忙了 知道嗎 那當然是分瓜 分佈在所有的省級 檢疫啊 地方啊 高等啊 最高法院 這些全部都分 那有這麼多的法官大家在分 沒有錯 但是還是很辛苦 所以 要增加員額 增加員額 每年呢 固定都是 每年好像最近幾年都在超額錄取嘛 本來都是120啦 100幾然後現在都每次都超額錄取報道都沒有這麼多 就是 其實 未來我們不清楚 那這是一個趨勢 就是不斷的在增加 然後非送訴訟法官為什麼因為案件很多我剛講了對不對 像以去年來統計資料就190萬件了 然後提高訴訟費用 因為覺得現在太便宜了 如果打一審要很多錢 那OK 我就要考慮一下 實際 也是偏高啦但是問題是他還是希望能夠再提高 但是你提高的同時 那變成 訴訟費本來就蠻高了 變成好像打訴訟是變成戶人的專利也不行嘛 這個也要做一些顧慮 再來呢 要採取部分的律師強制主義 採取因為 現在也還好因為現在 刑事方面一定是要律師 那民事方面呢 原則上面 他不全然是一定要律師 但是他希望未來能夠繼續的去走 因為相對的其實就有一點說你必須要去花錢 必須要去花錢 那會減少送援 然後強化法院外解決紛爭的機制 例如像仲裁 調解這些都是 去強化他 就是說不是只有法院這條路 然後調整了法院的組織跟省級 讓他更順遂 例如像早期 你要上訴到最高法院好像要超過100萬 民事來講 你入北到100萬就不能上訴了 像這些都是 那他就有一些省級的一些 要求 那他就可以控制一些案員 然後再來 法官呢 他希望他未來也 逐漸的有一些專業的分工 像我們最近 設的那個叫什麼 自外財產法庭是不是 這些都是 那未來 像保險法他未來也希望他的保險法最後的倒數 第幾條啊好像他 這前兩年修的嘛 他也要求要設定保險專業法庭 未來都有 像家事法庭 家事不一定是專業啦 但是因為他的案件多 那也有家事法庭 那未來的專業法庭會越來越多 有可能會越來越設越來越多 那為了要顧慮到什麼 會顧慮到法 法官的專業分工 這個是未來必要的走向 我 我之前像 像老師我之前在 在講什麼在談到一個 像老師專業的海上的案件 我記得在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 我在那篇文章裡面我寫了一段話 那個那一句那一段話呢 不是我講的 不是我講 我是引用當時國內一個蠻有名的 算是海上方面的律師講的 他說 做了 海事律師很辛苦 他說做海事律師很辛苦 當然海事律師當然他 英文要好啊 然後 食物要懂啊 法律要了解那當然必然他說 他說為什麼當海事律師很辛苦 因為他在法院裡面打官司的時候呢 他有70%的時間 70%的時間要做什麼事 要去教育法官 要去跟法官解釋 這個食物為什麼是這麼運作 了解嗎 這很特別喔很特別喔 你說他要花70%的時間 在法院裡面打官司 我們不是在 判別對錯嗎 那就是因為 法官對整個的 作業流程 整個的航運習慣 不了解 所以呢他在法院裡面打官司 他變成 可能有70%的時間 不是在距離律徵 而是在跟法官講說 這個程序是怎麼在運作 然後 讓法官 去了解這個運作程序 才能去做一些判決 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 辛苦了 這是他們所講的 那他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其實 隔案如隔山 今天如果是一個單獨的法律問題 那也就算了 他不是 因為 太多的案件 真了解 牽涉到了那個 實務的作業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這個法官對這方面不了解 你就很辛苦 所以 他的審判的過程 他的審理的精準度 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要了解說為什麼要左向 法官專業分工這一條路其實是有他的必要性的 那 因為 當法官們都很了解的時候 對這一些案件的過程都很熟的時候 那 基本上面 他的案件的審理的精確度會提高 審理的速度當然也會提高 我想這個應該大家可以理解 還有簡化裁判的書類 對不對 以前 都還要 都還要去法院買壯紙 知道嗎 然後就要照他的格式來寫 然後 什麼狀什麼狀 不同顏色怎麼樣 然後不同的格式好麻煩喔 現在都已經好了 你都可以直接去下載 你只要是A4的 然後用橫的都可以寫 所以其實已經簡化很多了 然後最近 最近 最近 因為 很多案件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就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議 那這是過去所談的建議 你們去思考 又就是要追求 所謂的速審速決 這個 這個部分 最近有一些建議 包括 已經司法院已經通過的 就是那個速審法 聽過嗎 最近嘛 就是刑事 妥事審判法 但是他只有講刑事 因為刑事基本上他比較牽涉到人身的自由的拘束的問題 這是比較新的做法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他有些有建議說 是不是要有一些法院的管理師 就在講什麼 就是說他有一個專業人他可以去監控 就像說我們一些 私人的公司 一些行業裡面有一些審計單位 審計單位 那些單位在做什麼 就是在監控 監控 你這邊 哪裡比較浪費啊 哪裡速度流程慢了啊 就是有些人去監控他 所以他是希望說法院呢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 一個庭長 或是一個 一個地方法院的一個 裡面的一些行政長官來做控制 沒有 有一個專業的人去 做一些控制 去了解 那這樣子來講可能 會提出一些 警告或是提出一些建議 能夠讓整個速度會快 然後減輕 法官案件的負擔條例 會有喔 有人提出這個條例出來喔 這希望是立法的 希望是立法的 那他必然 其實這個部分很難解 因為他牽涉到為什麼要這個條例 因為他牽涉到原額的問題 原額的問題如果說 你今天一年六十萬個案件 那我們現行的人負擔不了 因為有些人還是要退休嘛 對不對 有些人會生病啊 那你新的人一直不補進來 那不得了勒 那你如果說 平均一個人只能省多少案子 一個時間只能省多少案子 那問題來了 一個案子 如果每個案子都像阿扁的案子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對 那我跟你講 沒人要當法官 如果每個案子都像阿扁的案子這樣子 沒人要當法官 如果每個案子都像那個立法的案子 立法案子知道喔 立法那個上次那個倒閉的案子 因為 阿扁的案子的那個 那個判決書是 聽說是1500頁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 然後立法的案子因為當事人很多 聽說唯一能夠 比立法的案子 比那個阿扁的案子那個判決書還要厚的 就是立法的案子 如果說你們真的每一個人的案子都是像立法都像阿扁的案子 不類死才怪 真的喔 真的啦 如果是100多個案子每個案子都是這樣 不類死才怪 就是希望能夠減輕這個條例 當然這是眼裡中啦 那比較明確的是速審法 因為過去討論過很多的一個做法 有一個速審法 再來 清廉 清廉啦 這個應該知道啦 我們看啦 這個 了解就好了 法官要清廉 有太多 太多太多的問題 法官是人啦 知道嗎 我問他是人啦 人就是會有七情六欲啦 這個沒辦法避免的 但是 當身為一個法官 那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很難 那我們就來講 其實當一個法官你要以正義為戀 我們這邊高尚一點 貧賤不移 護貴 不贏 威武不屈 知道意思嗎 我們講的高尚一點 但是 真的有點難 真的喔 我們後面其實 雖然這幾個禮拜我們沒有辦法問一些問題的思考 我們 我們還是有提出一些問題 就是說當你是法官 你面臨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然後你應該要 不會艱難 要任勞任怨 你問我案件太多了能不能不要 把他移走 把他停期變緩了 影響到當事人的權益怎麼辦 你不應該要被一些 報章所獲 對不對 報章呢天天在罵你 政論節目天天在罵你 你該怎麼辦 你說我為了減少這些的壓力 我就趕快判吧 誰罵我比較多 那我就判他贏 因為 我要跟你對抗 知道喔 然後呢 或是說你就 誰罵你 比較多 你說好 那我就判他輸 還是判他怎麼樣 順了大家的意 是這樣子嗎 我們去思考喔 然後呢不為 時號所播 不為 俗論所動 很多喔因為真的很多人都會有一些主觀性的判斷的 人都會有一些社會輿論的 例如 之前我們在談一個 就剛剛講的一灘血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 另外一個例子是 就會有輿論的問題出來了 對那個玻璃娃娃聽過嗎 玻璃娃娃 玻璃娃娃他是兄弟都是玻璃娃娃 就是成骨不全正後群啦 骨頭的問題 他的骨頭那個他的那個 因為缺鈣的問題吧還是怎麼樣 跟玻璃一樣 只要不小心cote down 骨頭就斷掉 為什麼叫玻璃娃娃的概念在這裡 那結果後來 好像在練井文吧 井文高中還是井文什麼 然後他那個誰 一個 一個同學 同學喔 就發揮同學愛 因為玻璃娃娃 他都要坐輪椅嘛 他沒辦法自己行動 然後他就背 因為當天下雨天 然後那個 那個同學喔 因為下雨天要上運動 體育課 然後他就到他們井文 好像他們那個 有一個地下室 地下的運動間 要去那邊 因為下雨天 沒辦法在戶外 然後他就背著 那個玻璃娃娃那個弟弟喔 就背 左樓梯 要到地下室的那個運動場去 結果就在那一個 下樓梯的過程跌倒了 跌倒了 就摔倒了 滑倒因為有點下雨就滑倒了 結果那個玻璃娃娃就 就傷重就過世了 就傷重過世了 結果呢 結果什麼 結果 那玻璃娃娃他們家人 就是他哥哥也是玻璃娃娃嘛 就是他們家人就告 你們都知道就告誰 就告那個 同學 背他的那個同學 另外一個就是 井文 對不對 因為他是在學校裡面 這兩個都告了 那好像 我的了解 我問一下因為時間有點長了 就是幾年前 好像他們最後地院的判決是 兩個人 也就是這一個學生 還有 井文呢 兩個人要連帶賠償 好像要賠償三百多萬 要賠償三百多萬 那其實這個案子出來以後其實很多人是華然的 知道嗎 整個社會輿論 井文要賠應該沒有問題啊 井文要賠應該沒有問題 大家的輿論是在這個同學為什麼要賠 知道我意思嗎 這個同學 他是做好事耶 他實際上在幫這個玻璃娃娃的忙耶 就 實際上因為他真的行動很困難嘛 就幫他的忙 結果連這個同學 他都 他都被判要連帶非常 從法律的角度是OK 對不對 法律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法律我們都認為說 因為他是 他只要認為說 他的 整個的 雖然 我們不講喔 就是說他是 類似無銀管理嘛對不對 他沒有義務嘛 那他的注意物是稍微高一點 如果他有違反的這個 比較低一點的注意物 他還是要負責啊 沒有錯啊 那法院認為說他 他有可能違反到這個義務 所以他還是要負責 所以他要連帶 這是地獄院的見解 但是 整個社會對這樣子的輿論是 很不能接受的 變成說我今天幫人家忙 我還要可能要承擔 這麼大的責任 那請問以後誰要幫啊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當時很嚴重的社會輿論喔 那我的了解這個案子後來 到了高院 這個學生是不用陪的 就是還好 那就變成警文要全陪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同樣的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是法官 那你 你的案子到手上了 假設你是高院的法官 你面臨到這麼高度的一個社會的輿論 對不對 我們今天這個不是什麼藍綠政治的問題都不是喔 這是一個 很簡單 人民對於一件 做好事的這樣子的人的一個看法 還有他的一個期待 有一個很大的共識 如果你是一個法官 你該怎麼辦 你能夠真的是把正義女神這樣子把眼睛蒙起來完全無事嗎 很難對不對 你會聽到的 你今天 即使是開車 你還是會開收音機 你電視說 我不要買電視吧 家裡都不要有電視 都可以啊 那你還是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訊息 那你怎麼辦 我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大家可以去思考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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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谢观看